現在回來了 我出了一個很愚蠢的問題 到底買完球衣 不去到現場看 是很無聊 如果你說我去不到 買票機會很貴 你每個月給某個電視頻道 每個月給某個電視頻道 去看你心儀的球星 或者心儀的聯賽 和現場看有什麼分別 阿明哥 你可否略說你的心得 或者分析 我現在還有去到現場看球 當然 你不要嚇我 但我靜期去曼城城看球 他習慣說弟弟 我在曼城讀過輸賽也去過 其實最主要 香港的球當然不好看 但入場的感受 你會有現場的氣氛 你會感覺到一個參與者 你不是純粹一個很抽離的觀眾 譬如你喊的話 其實球員會應你 會聽到你說話 會受到你的壓力 會影響 我都試過 你挑釁他 你挑釁他 他轉過來 投用抽籤罵你 你會更加興奮 然後你的挑釁更加嚴重 影響他的程序 我告訴你 真的很好笑 這個最少 我真的一定要告訴他 話說了一年 我就去看銀牌決賽 我就看一場 聚望前 有一位球星 他那時候已經過氣 叫做 周紹雄 叫做大喪 OK 他真的被人問候老母 我真的和你這樣說 他幫他拿的衣服 你拿來摘 那個球員真的很害怕 不是 那個球迷真的很害怕 因為大喪真的是黑社會 他在觀衝踢球大 那裡是狗犯之地 有三國社會 差在地盤 他真的是這樣做 你拿來下來 當日的球賽是否完全不職業化 早幾年都會這樣 有一次我在旺角牆後面的哥哥不斷罵你見和 早幾年才收生 和仔被人換走 他就說你別走,我現在想你 哥哥走開了 和仔真的脫了衣服,赤裸上身,走上看台坐著陪我們看球 他找不到剛才挑釁的那個人 其實現在的二十世紀的香港足球和那時候 業餘招牌的足球都差不多 都是球員踢完走上離方台和我們一起看球 好像很親密 但當然也好像很不專業的感受 不是,球員上去看球就不是不專業 當然,因為他已經在踢球 他在哪裏看球一樣 而是他作為一個商品的偶像是很不舒適的 因為你太容易被別人見到你 或者觸摸到你或者跟你聊天 你失去了那個所謂獨特性或者神秘性 所以你看到一些流行樂手 他永遠都不會和歌迷太親近 而鵝仔顯然當他不是球星 他已經覺得香港的球壇也沒有球星 大家唯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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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程度上如果你人多看球賽 你有一種集體主義的一種感受 其實你會覺得我參與這個集體 我會有一個認同感 更加容易凝聚到你對某一隊球隊 或者某一個球員的認同 這個是所有的 所有的大眾傳媒或者集體的遊戲 或者節目的一個特性 就是你進去 那就是其中一部分 是一個所謂pagmentality 是吧 就像狼那樣一群 狼是一群就是天生的 我們其實也是天生是有一群 不過我們被社會 把我們的動物性消失了 現在我們社會為了賺錢 他又 做一個pagmentality的場所給你 舉例 去教堂以前是必備的 現在已經沒有人去 所以就要禮拜六去看球賽 是吧 禮拜六去看球賽 這些事情 都要去到現場 但是 又如何跟這個 看球賽合在一起 或者這些 在電視體和現場有甚麼分別 從這個角度來說 電視體會成為一個觀眾 你不是一個參與者 這是最大的問題 變成你和球賽的關係 就是你在看球賽 你也可以罵他 你在電視機的螢幕之前 做一個保護罩 可以扔他 用一個 扔子扔子 這個當然可以 我覺得我在電視體 都會影響英國球賽 因為我覺得 我坐在左邊 我擁護球賽就會贏 所以我永遠不可以坐在右邊 如果你在酒吧的電視體 會影響不到球賽 會影響到你自己的安全 通常 我也試過在英國有一次 荷蘭對英國在1994年 世界盃外圍賽 荷蘭2比0贏了英國 我就坐在倫敦酒吧去看球賽 荷蘭射 柏金射了一個世界球賽 二十幾碼 躺在地球賽 收死了 斯奧婷 我自己會說 那些傢伙說 你是什麼人 我 我是路過 我剛剛來倫敦遊客 我不是香港人 如果我是荷蘭人 我會被迫在那裡 因為我幾次那些荷蘭少數族 蘇里南人 不是蘇里南人 是在印尼那些 因為荷蘭是統治過印尼 其實雲波荷斯也是印尼華僑 有一點 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其實你會否覺得 在電視上看的東西 是一個故事 是的 導演或監製 其實掌握了我們看什麼 我們沒有一個全局的 很簡單 你去看球賽 我算你 除非看遠鏡 你是看不到 你猜 或者那個球員 他都知道有close up 射完球之後 他做一個很激動 很無奈的神態給你 或者一個球員 他被人踢完之後 他滾地的時候 他會做足道氣 很痛苦 五秒鐘之後 他起身 有人拍拍他 他已經笑了 這個 大量的足球現場轉播 以及利用先進的技術 做一套戲給你看 其實對於很多的 非球迷或一球迷來說 每一個星期都會看幾套的肥造劇 如果你是早記的球迷 你就會看早記的肥造劇 我覺得是 一個藍箱 也是一個走向異化 因為看球賽是不會這樣的 例如這樣起床 我們以前在大球場看很遠 有一個跑圖 你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現在你看現場 你看到 那天 韋娜被希丁加踢完 球證就站在那裡 球證沒什麼反應 他在床點脊 掩著 這個就是 我們每一天 在這個比賽 其實是生產中 數以十計的肥造劇給我們 但是不是有電視直播 才會令到他們 要更加點床點脊 是的 這個就是肥造劇 因為他都會知道現在正在關閉 你們明白嗎 第二個就是 他是給你一個劇情 因為他 這個當然是跟 傳媒的關係 即是 你用什麼鏡頭表演到什麼 其實是有些因素 我舉個例子 上次也講過 你看看一場球 如果你在落後地區看 那場球是很慢的 因為螢幕問題 不是 因為是鏡頭的問題 一鏡頭 一鏡頭怎麼會拍到快和慢 是永恆的 如果你有條 如果你有條 跟著 好像德國或英國 一邊跟著 那個球去 你就會覺得很快 是不是 所以我在世界盃看那些外圍賽 我怎麼搞錯 如果這球那麼慢 我想想想 不是 原來鏡頭的問題 因為你一鏡頭看下去 他跑來跑去都是這樣的 如果你跟著他 就快些 是不是 或者是 你在這個 由高 zoom下去 你就會看到 陣式 是不是 現在我們 在看球賽的時候 買票都 廢殺思糧 到底是看近一點好呢 還是看山頂看陣式好呢 我們買票的時候 除了經濟因素之外 我都會考慮的 我就是一般看神色的 所以我就喜歡 在山頂看下來 有些人就喜歡現場 好像看電視一樣 就啵啵聲 聽到 最好有咪聲 很簡單 現在收音 是漂亮到 一踢來啵啵聲 一聲就聽到 是不是 以前你真的要 看協如波 在那裡看才啵啵聲 你隨時在大球場看 你也聽不到啵啵聲 所以其實現在 變成劇院的行為 我覺得足球已經 好像流行音樂那樣 開始娛樂化 故事化 當然其他圍著它周圍發生的事情 我們稍後再說 那幾個月 你也在那裡看 是��路 云霉 的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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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